如果你也是鲁鲁米迷的话,一定不会不知道,位于西域县范能市的鲁鲁米主题乐园将于3月16日盛大开幕了。 为了完美呈现北欧风的童话感,乐园从入口主到各种设施都将散发出芬兰的自然气息,完整地将鲁鲁米童话世界中的场景活生生地搬到现实生活里。 如今距离开幕的时间已经不远了,让我们抢先看看几个闭房的打卡地点吧。 由芬兰作家Tover Jensen创作出的鲁鲁米,在北欧拥有非常高的人气,这次主题公园内的造型装置,都已经获得其侄女Sophia Jensen的支持,一定会带来最完整的北欧风情。 首先来看看园内的各种特色设施吧。 首先是正门入口的模样,设有鲁鲁米物语原作中所描绘的书型闸口。 鲁鲁米爸爸为了写海洋故事,决定住在海边的小屋和灯塔内。 对于粉丝来说,鲁鲁米居住的小屋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。 小屋中也完美呈现了绘本中的模样,地下室有大量除粮。 一楼是厨房及饮食室,二楼是客厅及父母房间,三楼是鲁鲁米及阿美的房间。 屋顶有爸爸的书房。 飞行轨的溜索冒险。 鲁鲁米物语中的飞行轨是可以实现别人梦想的魔王。 在这里可以体验来回飞过400米的湖面。 这是鲁鲁米爸爸的发明家朋友所拥有的海沃克斯佛号。 设有勇气、挑战、友情、家族牵犯等主题。 以画像和投影的方式带给观众最真实的体验。 K-O-K-E-N-U-S 体验展览馆中展示了原作者历年来所有关于鲁鲁米物语的作品。 2楼至3楼间还有高于8米的鲁鲁米古立体透视模型展示。 是树屋造型的溜滑梯。 小朋友来到这里可是会玩得不想离开。 以现场表演形式。 呈现鲁鲁米家族故事的M剧场。 也是参观园区不能错过的。 最后附上园区的详细资讯。 地址。 其运线泛能市公则431358。 开放时间10am 8pm。 交通。 乘搭Junior西武时代限制泛能站。 于一番巴士站转成巴士至Mexo站。 或Junior八高限制东泛能站。 于两番巴士站转成巴士至Mexo站。 入场费用。 成人中学生以上一。 500日元含税约薪台币417元。 儿童4岁以上小学生以下一。 000日元含税约薪台币278元。 新号3岁以下幼儿免费。 新号部分设施需要额外收费。 新号4岁以下幼儿免费。